南非是全世界性侵犯罪率最高的国家 那现在南非有位女医生发明了一种会咬人的女用安全套 只要发生性侵行为 这保险套就会紧紧咬住男性的下体 越挣扎咬得越紧 让四郎痛不欲生 那在世界杯期间正在免费发放三万个提供使用 南非女医生艾勒斯发明了一种有牙齿的女用安全套 外形像卫生棉条 保险套内缘是一排排锯齿状的倒钩 只要强行进入 男性生殖器就会立刻被钩住死锁 四郎越挣扎 倒钩只会越咬越深 痛不欲生 到时候一定得要找医生才能够取下 堪称是性侵犯的克星 南非是全世界性侵犯率最高的国家 八名咬人套的女医生 二十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 目睹过妇女遭受性侵后身心备受折磨的过程 受害者告诉她 如果当时下面长牙齿就好了 为了帮助遭性侵的妇女 女医生不惜卖房子作为研究经费 四十年后 咬人的保险套终于闻世 世界杯期间将免费发送三万个给妇女试用 未来上市将以每个两美金的价格出售 一年纪人的赛事项上 一年纪人的赛事项下 二年纪人的赛事项下 也在一月 一年纪人的赛事项上 跟那边